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告诉妻子 是很长时间 是很多遍 小妖怪肯定能听见的 八月初 罗拉生了宝宝 艾玛的降声让魏无羡体会久违的放松 艾玛的生日只比小妖怪晚一天 这让魏无羡更加疼爱这个孩子 罗拉请魏无羡做艾玛的教父 魏无羡欣欣然同意 她曾说过要送给艾玛创作一瓶水果味的香水 可是魏无羡已经不再调香了 要食言了 好久没有开心笑的魏无羡 她竟然摘下来脖子上戴的棕色瓶子 放在艾玛的小手里 告诉小婴儿 艾玛 我叫魏无羡 你的教父 我家有个妖怪 她也给过你礼物 是埃及的青芒果 等她回来 我们一起来看你 刚刚生了宝宝的罗拉还是流了眼泪 年轻的母亲抱着艾玛 她说 老板 这是玫瑰殿下 我们不能要 这是 没事 她喜欢艾玛 老板 你真的要走啊 要去开罗定居吗 嗯 主要在开罗 妖怪就去了开罗 当然我会去任何地方找她 那还回来巴黎吗 当然回来啊 我还要来看小艾玛 是不是 魏无羡捏捏艾玛粉粉的脸蛋 微笑着说 小艾玛 我回来再给你讲童话故事好不好 我家的妖怪也爱听 有几家出版商 想接魏无羡的调香笔记 虽然收入和首席调香市时期没法比 生活和买机票绰绰有余 魏无羡将调香笔记的出版委托给Lola 由她全权负责 Lola依旧是魏无羡的助手 从调香助手 成了出版助手 她要去找蓝忘机 叮嘱Lola 一定要记得 每个礼拜去三次我家 照顾好小妖怪 Lola 我每年都会回来几次 如果小妖怪先回来巴黎 你帮我留住她 让她别生气 生气也要拉着她 然后立刻打电话给我 记住了吗 老板 可是她会回来吗 会吧 会的 有没有标记 魏无羡都会一直记住蓝忘机 大人 只要你记住我 我就在 陪着你 魏无羡离开了巴黎 她现在在开罗定居 除了写调香笔记 大部分时间都在博物馆里 给菲拉布斯教授做研究助手 生活没有在巴黎精彩 魏无羡现在睡得早 平静也很充实 想她就抬头看看猎狐座 记住她 就不孤单了 魏无羡不放过任何一点可能性 尝试所有可能为小妖怪做的事 她终于学会了看星象 后来租下了小妖怪在埃及的房子 家里摆着专业级别的天文望远镜 每当猎狐座明亮 魏无羡就会立刻在地图上对照位置 不管是欧洲 中东 亚洲还是美洲 她都会去 这不是碰运气 这不是大海劳针 魏无羡觉得是最有效的方法 她相信童话 魏无羡创作的第一本条香笔记出版了 巴黎没有忘记这位充满秘密的条香师 书籍热销 尼罗河花园和屋顶花园 还是常年霸占香水热销吧 因为条香笔记的销售成绩 超过出版商预测 开始加印第二版 魏无羡要在这个月回巴黎 这一年多 她因为笔记出版 两至三个月就要往返开罗河巴黎 为了出版 这是魏无羡的说法 只有Lola知道 老板是想小妖怪了 要回去他们的卧室 再靠在床边的衣柜里睡几夜 陪陪她的玫瑰殿下 距离上次回巴黎是三个月 魏无羡跟Lola和小Emma一起 在露天的位置上吃午餐 Fill烤的面包和牛排 还有小Emma最喜欢的青芒果蛋糕 魏无羡拿出了这次的礼物 一个有红宝石的玫瑰罗盘 她在南美洲的古董店里买到的 就是上个月 她跟着猎户坐去了趟阿根廷 无功而返 老板 你送的礼物越来越贵 Emma还不到两岁 根本不会玩玫瑰罗盘 没有啊 你看Emma 她好喜欢 拿着笑呢 是不是 小Emma 太破费了 老板 你现在靠稿费 又要经常费 不像以前那么高的收入 Emma 你妈妈好小气哦 Lola 我是Emma的教父 而且如果她看到 也会买给Emma的 提起了她 Lola和魏无羡都沉默了 即便小妖怪离开了一年多 他们还是经常会想起她说过的奇怪话 想起她做过的好笑事 她说 要来巴黎学才华 她跟Tieran大声吵架 好像就在昨天 就在花园里的青芒果树下等着 抬起头 看着阳台上的大人 嘘 老板 还是找不到小妖怪吗 她会回来吗 每次魏无羡回巴黎 Lola总会问 问了好多次 魏无羡每次的回答都一样 会吧 她会的 今年的夏天 开罗的沙尘暴猖狂 整个八月无雨 气候干燥 让魏无羡皮肤发痒 研究所的同事说 这两天沙尘就会结束 今天傍晚可能还会下雨 巴黎多雨 经常连绵阴雨 让城市看起来像是患了抑郁 开罗不这样 雨天在这里 摇身一变 能让魏无羡喘口气 润润喉咙 魏无羡和菲拉普教授 一起吃的晚餐 教授最新的研究成果将去美国巡展 是关于古埃及部落的图腾文化 魏无羡也帮了忙 他想邀请魏无羡同行 魏无羡婉挽 他还要踏上自己的旅程 目的地的选择变得很简单 只跟着猎狐坐走 因为沙尘暴 好多天不能出门 晚餐后 魏无羡独自在开罗时去闲逛 小雨夜 云后 今天没有星星 不知不觉不行到以前住的庭院酒店 魏无羡在门口驻足 清芒谷过季了 现在闻不到气味 他的嗅觉能正常生活 不能算是出色 就是个普通人 不能做调香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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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